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在一个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 你要去想到说 我今天我所在的位置 是对我散户是比较有利的 还是对大户是比较有利的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量大 这个头部的时候 对不对 大户当然有利 因为他早就买了 他在那个地方当然是怎么样 他准备要出了 当然相对对散户是不利的 但是大部分都刚好相反 也就是在于量大 股票大涨的时候 比如说8000多点 9000点的时候 散户拼命的追 那时候都非常的有信心 那大户怎么样 他拼命的偷卖 那我在最近这两天 量一直缩 缩到600多亿 那这个行情就一直的拉回 那我就已经跟大家谈到过了 那我就已经跟大家谈到过了 我说在这个位置上刚好相反 就是说你今天 你站在这儿大家看败 看保守 你相对的对你散户怎么样 应该是有利的 你这时候应该是勇于买进 你反而怕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宿命 我昨天也在电视上讲说 这就是宿命 那大部分的人怎么样 就很难去克服 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两天的节目里面 我就一直跟大家谈说 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 美国股市它是因为怎么样 创新高涨得太多了 所以美国股市震荡拉回来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昨天在节目上面我有讲 我说台湾的股市 又不像美国的股市 美国是 那是起太多了 美国从十年前的911 七千多点涨十年了 美国啊 全世界最强的就是美国了 那美国是因为它 七千多点涨到一万五一万六 涨了一倍了 所以它震荡 它稍微的拉回来 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所以美国稍微的拉回来 就有人说 因为什么Q113要退场 或者是什么蓄力 要打仗什么的 反正就是东扯西扯 东怪西怪 其实我倒觉得还好 因为美国它是因为 是因为起太多了 股票起太多了 美国已经创新高 又创新高 你知道美国起多少了 美国起十年了 美国从十年前911 攻击的时候七千多点 涨一倍了 所以它涨了一倍 它拉回来是正常 但是我们很多股票都还在底部 我们很多股票都还在怎么样 还在这个都没有涨 甚至还在跌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 谈这样的一个观念 但是大家怎么样 很难去接受 我在最近的这两天 我不是说我八月份出来 我一直要跟大家谈说 你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注意了 你拉回来都要注意了 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大家谈很多的观念 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人讲说最大的利多 是基本面变好 基本面非常好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股票市场里面 永远不变的定理 就是说最大的利多怎么样 绝对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跌得够深了 这就是最大的利多 有人说这样是不是 要看基本面 我说不是 我说当然要有人做 对不 你今天股票最大的利空 我也常跟大家讲 涨太多了嘛 涨到已经怎么样 已经喷出了 那就是最大的利空了嘛 那还有什么所谓的 基本面要怎么样 所以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 我在这两天不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吗 我说当时宏达店 在一千多块的时候 全市场都看好 一片的涨声 一片的欢呼 一片的热情拥抱 那我就告诉你说 你宏达店一千多块啊 对不对 你是否应该要稍微的调节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他有可能会像威胜第二 当时市场上 我过去在讲的时候 市场上说 你为什么你要讲 王雪鸿的宏达店不好呢 像一千多块 人家都说要涨到两千啊 我当时我说 他有可能会未来像威胜 很难讲 当时没有人认同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谈什么 大总 我说有一支股票叫大大有总 这股票做什么的 你不用太过在乎 二十块不到 很多人认为说 十几块的大总 大大有总 我说这股票吗 结果 经过了一年 经过了一年 那当然当时很多人 也有很多老师 都不看好我看好的 对不对 都看好我不看好的 经过了一年 宏达店跌到剩一百五 这个大大有总 从怎么样 从十五块涨到一百五十块 四十倍 一个是六十倍 一个是六十倍 一个是七十倍 那我今天我要跟大家 谈的一样的观念 就是说最近很多的救会员 回来找陈老师 那我也非常感谢 那我也要跟大家谈到说 我在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我休息 对不对 我说我八月再出来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什么 有很多的股票 我会陆陆续续的公开 在电视上 我会介绍给各位 那这些股票 你看我的节目 你或多或少 可以注意到 这些股票未来的走势 而这些股票 我在电视上 我也乐于 跟大家公开来分享 你不用 不要说参加会员 不用 你感觉会贪 有钱 再说都没关系 我说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你自己看 那你自己买都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公开的 所以我在最近的一个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大家在谈这个观念 陆陆续续的 我陈老师告诉你说 当然 现在我已经跟大家谈到过说 宏达电也好 TPK也好 跌到了这边了 你真的不用再杀低了 因为市场上 几乎大部分的人 都非常的不看好宏达电 也不看好TPK 因为所有的老师 现在几乎怎么样 不太可能在讲这些股票了 不太在讲这些股票的 可能现在很多老师 都在跟大家谈自寝 对不对 我说涨 那跟大家谈一些会涨的股票 但是我说过的 你永远要有居高思维 那意思也就是说 有些股票涨太多了 那都是我之前讲过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谈到过 在两个月以前 我跟大家谈过一个观念吗 我说生技类股你很好抓 对不对 第一波涨上来了 基亚也好 对不对 合一也好 台围体也好 这些股票它已经涨了 那这些股票它已经涨上来了 你现在就不用去追了 我说有个叫生技四小天王 我说你接下来这些股票 可能人家不注意的 那你要多注意 我当时给大家四档 一支是智琴 一支是唐莲 对不对 还有一支是友华 还有一支是什么 联合 这四支沟票 那你看看这四支股票在最近 表现得非常好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抓股票并不难 就是说你去看有一些 它没涨的 它甚至是落后的 那就是最大的利多了 所以当大家的注意力焦点 都在基亚 都在合一 都在台围体 那时候第一波它们涨最多的时候 我在两个月前我就跟大家讲了 那那个时候智琴也没涨 唐莲也没涨 有华也没涨 联合也没涨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到说 你回过头来 你去注意一下这些股票 搞不好到后面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补涨 那就这么简单 那今天涨上来了 当然很多人也会跟大家谈 那我也告诉你 那你现在你应该再去注意一下 升级类股 除了四大天王四小天王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升级类股 现在还在底部还没有涨的 当然有 当然有 那这些股票怎么样 我陆陆续续的会介绍给各位 其实做股票 你最重要的 你是要注意到什么 还没涨 已经涨上来了 那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看它现在的位置 是刚开始涨上来 还是它已经涨了三支四支五支了 你如果去前四支五支了 你就先买钱怎么要快 但是你现在要注意什么 注意一些要不去的 所以在前两天 这个行情一直不好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吗 你的机会事实上 相对对于散户 你的机会是更好的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 我有机会吗 你看又要打仗了 又要 美国要退场了 美国一直拉回来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说过 有语就有财 对不对 你没看今天又落后了 今天落后就大气 那我跟大家讲的 或许 或许 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但是就是这样子 你看看当时那个大大有种 谁要注意 我说博弈概念股 那个五峰 在那么低档的时候 谁要注意 你看看我当时跟你讲说 网柱一片天 叫网家 当时都没有人要讲 现在都说 什么第三方付款 大总 3D列印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现在大家 把这个题材炒得那么热呢 这个就是股票 之所以怎么样 可爱的地方 所以我陈老师再回来 我在这个月 我是不是跟大家谈一些 很清楚 我告知的股票 我说有一个族群 有一个族群 事实上这个族群 就像宏达电 就像TPK一样 是大家最不注意的 或许你今天你在注意智勤 或许你今天你在注意生机类股 或许你今天在注意什么样的股票 非常的不错 但是回过头来 很多人却忘了另外一个族群 或许智勤他今天已经长了四只 长了五只了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有一个族群 我在这个月出来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你吗 可能才刚要开始 而且他下半个月 从8月15号到8月20号 这段时间 他就会开始慢慢的酝酿了 那个族群叫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里 叫做太阳能 中美金 合金 新日光 绿能 太阳能 四小天王 小星下半个月大反弹 只能做不能说 各位看一下这里 那各位看一下今天 我在上来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谈 我说中美金可以买了吗 我说我休息了四个月 这四个月一路跌 我说我陈老师再出来 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某一些东西 有人说今天因为油价大涨 油价创新高 因为要打仗了 所以节能 所以太阳能要涨 其实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谈 就是说我 我在 为什么我在这一个月 我一直跟你谈下半个月下半个月 你要开始注意太阳能了 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谈的观念很简单 就是说 他事实上最大最大的利益是在于他跌得够深了 而且几乎市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已经不谈他了 而且市场上所有的老师都已经忘了他了 或许今天又有人开始谈了 但是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接下来太阳能要该何去何从 重点是接下来就像宏达电像TPK 慢慢的也没有老师愿意讲了 尤其像宏达电更没有老师要讲了 一千多块的时候每个老师都在讲他 但是今天也没有人 我相信今天这个行情涨了快一百点了 很多股票都大涨 还是没有人愿意谈宏达电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反而是你的机会 或许我讲的很多东西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别的老师往往都是锦上添花 别的老师往往都是怎么样 火上加油 但是我宁可跟大家谈一些什么 谈一些或许 未来大家会来锦上添花火上加油的东西 那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你看今天大家都讲生计 那我早在两个月前我就跟你讲四小天王 包括智琴 包括唐年 包括有华 包括联合 都会涨 但是我那时候讲的时候 有人家说生计类股能买吗 难道我今天再去跟你谈智琴吗 不可能 难道我今天再去跟你谈唐年吗 不可能 那我今天回过头来跟你谈什么 谈太阳能 那除了太阳能之外 你看看今天包括中美金 包括合金 包括新日光 包括绿能 我在最近的这一个礼拜 我一直跟你谈 一直跟你谈 我会员甚至一直告诉你要布局 但是很多人对太阳能 非常的没有信心 那我说陈老师修行四个月了 中美金 对没有动 一直在破底 但是有没有机会呢 各位 当然 机会是来的 但是这个机会是今天才来吗 不是 这个机会是早在你两天前 在三天前 在一个礼拜 就要开始怎么样 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了 那你看看包括今天中美金涨停 今天绿能涨停 今天合金涨停 今天新日光大涨 各位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陈老师在最近 我是不是一直跟你谈 我说都没有人要讲太阳能 但是从8月15号到20号 这段时间 你要慢慢的做布局的动作 要不然怎么样 有可能 各位投资朋友 我一直跟他谈什么 你不要小看 或许有一天 你在不了解的状况之下 他有可能怎么样 这个就是你要做的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那相对的 我陈老师在最近的节目里面 我也一直跟大家谈 除了太阳能之外 我会提供很多新的标的给你 而这些标的 你慢慢的在节目当中 我都会公开 都会open给你 各位看一下 这个都是没有收钱的 有人老师说我今天call什么 明天call什么 每天在说那些call 在讲那些call 其实我跟你讲 我节目你看就够了 你自己任何点 任何地方去买 都会赚到钱 除了太阳能之外 我们看一下 我陈老师跟大家谈 很多电子骨都在底部 而且都在长期底部 而且拉回要注意了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对不对 刚开始没什么涨 有没有涨 没有涨啊 赵赫 对不对 接下来呢 今天又涨 对不对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 陈老师哪有一定得要做金融传产 没有这个道理 很多机会都在电子上面 只是你今天你要如何去找这个标的 我不会说因为今天涨了100点上来 我跟你在那边说 要反攻大陆了 我不会这样讲 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要稳稳的 你要非常有信心的 你要非常能够去观看整个大局 然后慢慢的在做布局的动作 以后获利越来越多 这是你要做的 而不是每天在那边无头苍蝇一样 今天涨什么追什么 明天涨什么追什么 今天人家涨什么涨停板 你就追什么 那你这样子当然 你赚不到钱 那至于说做这样的动作 陈老师会慢慢的教你怎么做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股票要有人做 那这些有人做的股票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除了赵贺之外呢 你看看 我前两天还跟大家谈呢 我都直接公开给你 长线大股 大股爆发力十足 拉回要注意了 一定要大买 叫奇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两天一直拉回的时候 我一直跟你谈说 你不用怕 你要知道我陈老师 我今天跟你说的东西 绝对是有效的 我跟你说的东西 一定是在没量的时候 在没气的时候 我一定跟你说的 有人说 太阳能怎么会涨 因为油价 我告诉你不是 因为太阳呢 已经出现了一个长线的大波段的大底 任何时间的拉回来 你今年一定要特别注意 尤其到下半年 可是大部分的人怎么样 都不太会去谈 一样的 我也跟你讲 你宏达电跟TPK 你到这边 TPK到300块你还要买 对不对 这样对 但是很多老师都会跟你说 宏达电TPK不能买 还不能买 还不能买 那我告诉各位 那当时在1000多块的时候 他也跟你说 要买的 要买的 对不对 那这些标的 我都陆陆续续的给你介绍 你看一下 接下来 到今天 11块的勤态到今天第四支涨停 那你今天涨了四支涨停 我就告诉你 你不见得要再去追了 对不对 你稍微的获利了结 都是OK的 那这个 我在我的抠续里面 都会给会员做一些动作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要找新的 新的是什么 我都会慢慢的陆续的介绍给你 你不用担心 这些菜都会一道一道的上 陈老师别的没有 菜最多 陈老师别的没有 各位投资朋友 标股最多 知道我怎么说 昨天我怎么讲 昨天8月28我怎么讲 10块的 接下来会换哪一支 对不对 涨了四支的情态 我们是不是获利了结一下 我们再把资金再怎么样 慢慢的去转进 各位投资朋友 包括太阳人也好 包括企迹也好 包括照合也好 接下来还没有新的 当然有 什么叫做股市第一宝 什么叫做股市第一宝 股市第一宝 金保十块 来看一下这里拉近一点 有没有量 有没有量 3万多张的量 会不会涨 我曾老师说过 机会在于哪里 机会在于你的眼光 标股在于哪里 标股在于人脉 不是基本面跟技术面 那接下来的呢 除了太阳能今天大涨之外 中美金涨停 核金涨停 绿能涨停 新日光大涨 我陈老师跟大家谈 今天这四支股票 涨了三支涨停 今天企迹涨停 今天赵贺涨停 今天智勤涨停 今天唐年涨停 这个都是我在很早以前 我就跟大家谈说 你要去注意到的标的 而这些标的都刚刚开始 对不对 今天包括情态 有人说陈老师 选股很难 我说对 我说选股是很难 选股是很难 但是在很难的过程当中 你还是要去选股 而这个选股的工作 各位投资朋友 这选股的工作啊 我这样讲你懂吗 这个选股的工作 各位投资朋友 你就交给我吧 今天 电子第一宝 绿能间涨停 中美金涨停 谁会再上来 还在底部 拭目以待 摘空 机位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跟我们做 绝对和别人不同 相信我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水的公众花园 一户一提厅 一户双树苑 女主人的公众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胡域 27850888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多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头痛 请用预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快够好 爸爸 俄派 俄派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 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派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胆友 各位投资朋友 已经很久没有给大家非常好的东西了 趁中秋节 陈老师给大家一个最大的诚意 希望你今天一定要把握 非常重要 各位看一下这里 包括绿能 包括新日光 包括兆贺 各位投资朋友 包括勤态 包括勤态 各位 机会 机会在哪里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跟我们做 绝对和别人不一样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民师 都在固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固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固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02-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尊重著作权就是保护创造 百分之小 操作权先